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大家好,沒錯 還忙過跑香港 又有越洋轉播的賽事 這次星期日,7月30日 這一轉呢,就先去南非 剛剛跑完英國 接著去完南非,接下來又會再回到英國 這次南非的賽事都近他們 來說都算是比較... 全部都是吸制賽事 甚至有一場呢 直接用到偉達的名字去做命名 第九場,叫偉達 太威尼錦標 這次南非的賽事,差不多一場都吸制賽 有一場表列賽 我介紹的賽事都是分別三場一級賽 那... 開跑時間呢,其實... 他五點二有頭場的大 因為那一場是沒有得頭著的關係 所以... 變相你都不需要太大理會 那你大約是... 下午的五點四十五分 就是真正可以玩的賽事 跑十場,跑到晚上11點 那... 中間夾雜了兩場的比例賽 其他全部都是... 群組 另外,當地暫時的掛牌 就是好地至黏地 不過南非呢... 好像... 即是以往跑開南非的越洋賽 好像都比較... 少些爆冷的 那...看看... 你可以... 即是投了幾場 你當你不賭 你就看看是... 什麼情況先 那... 跟... 昨天... 英國賽事一樣 在我們第一片尾那裡 都會放... 一條... 真飛過關的... 圖在那裡 那... 即是證明我們... 一起... 有玩的 那... 好幸運的地方就是... 那... 昨天英國賽事那裡 都算是有些錢收下啦 那... 都算是沒有輸啦 那... 那... 但今次這一... 這條票呢... 買的註買可能會... 大... 即是... 多了一倍啦 即是... 因為原本買200元 變了400元 因為有些... 不同了的... 那... 大家記得... 到時在片尾那裡... 留意回啦 那... 今次選擇的場次 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第五場... 第六場... 以及第八場的... 第六場... 16米右轉的一級賽... 7.30分開跑... 一號... 花朗生... 一位十七磅一度... 喜威心騎... 艾成及艾西元馬房... 那... 這一場呢... 就是兩歲的一級賽啦... 這一批... 就是... 癡馬來的... 那... 初出的時候... 就跑一場癡馬賽啦... 上到名... 然後六月尾再跑一場呢... 就贏得到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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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輕鬆的... 雖然呢... 出閘的時候有些意外啦... 但是... 都能夠贏... 贏掉了都算是不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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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場... 你會擔心的是... 要面對那些... 熊馬啦... 那... 那... 就... 那... 我覺得這隻... ench connected ducha bastante 狀態應該是不錯的... 那... 而且找得起位心ождения和你騎... 那麼 起位心... 雖然... 這次南非賽事很多... 就算是屬口屬明的騎士... 但... LAX ET 真正的狀態都 контрward好了... 如果那天啊... 原因是因為頭三場,尤其是頭兩場,名字都上不到 去到第三場6月中那一場,叫做跑到第二 最近兩個多星期前,7月13日,就贏了一場美聖馬賽 當時是跑1400米直路賽 但留意這場是1600米,變相這次是要增情 雖然排檔是不錯,而且馬房是當地守風都頗好 但兩碎馬和一些本身跑過1600米又或者要增情,這裏有點難度 那你說是否容易贏得到呢? 我覺得可能會有上名的機會,但要贏就未必是他了 三個羅根家族132磅3磅斯華茲騎,比得二馬房 這一批馬都算是跑得比較多一點,已經是跑了六次馬 最近六月頭贏了一場,然後跑了一場68分的讓賽不行 然後再回到兩碎和零馬跑,都是上名而已 那狀態是不懷疑的,1600米這個路程更加適合跑 所以變相,但你唯獨是你看看你能不能讓賽馬 背著132磅,但這個三檔對球量都不錯 雖然的而且這場的對手大幅增強了,但因為起碼他有1600的經驗 我覺得這也是他值得加分的地方,但馬的狀態也算是可以的 看看這三個羅根家族可否憑著這三檔,再加上他路程的經驗 能夠在這裏贏得到 4號火松2,132磅4代麥古華的塔利馬房 這一批馬最近的表現都頗穩定 跑了五次,沒脫過頭三名 最近都贏了一場尾等 7月13號,兩個多禮拜前 當時是關命樂旗的 沿途走勢都可以的 跟著放頭馬跑回來 輕鬆走掉了,贏了兩個多馬位 但是呢 今次你從未勝馬賽贏完 雖然姿態輕鬆,但上來挑戰到這些賽事 的確都叫他跳班 但是有賠給你搏 好像昨天英國馬一樣 有賠給你搏的話 不妨拖一下,沒有壞的 因為你未見準 而且穩定 不過 他還要試千六米 沒跑到千六米 有賠給你搏,拖著也沒有防 5號防守 132磅5檔 傑奇奇 比得二馬防 那些匹馬呢 最近都相當之好走勢和狀態 初出 跑些變化地 1100米就路賽贏 跟著跟他增情 再加一變做跑轉彎 能夠贏得到 那最近7月頭呢 也都跑了一場 變化地的1300米 又轉賽事 跟兩歲馬跑 而他贏了三場賽事的獎金都比較偏高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的質素應該是不錯 而且還未見準 以他近期的三連性姿態 再加上狀態 看來呢 應該今場來說 就算贏不到 應該都一定在前列過終點 那 我不要擔心增情 如果用回 我在平時說 本地 即是香港賽馬的概念 你初出 跑直路賽 然後第二場就增情跑轉彎 而能夠贏得到 我覺得這些 無論在什麼世界各地都很適合 這些一定是很好質素的 而且兩歲已經能夠做得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隻防守應該真的幾好馬 羅阿海諾 132磅六檔 溫里琴騎 康布爾馬房 這次馬跑過四場 未脫過頭三名 兩輪 兩個第三 最近亦都試過挑戰一下表列賽 亦都試過挑戰一下表列賽 亦都跑得不錯 亦都是由1100米直路賽開始跑起 然後跑1200米直路贏得到 然後又試一下增情 跑轉彎 亦都搞得到 而且可以跑變化地 跑正常程度 不知道 他跑四場都是跑黏地的 而暫時來說 當地掛牌也是掛好的地 不知道到時會不會轉 但起碼證實到自己 證實到他可以跑到這些地 而且馬房對這隻馬的寄望都幾高 我相信這隻 如果到時還有十幾二十倍 這些馬你都千萬不要放過 應該會有在 不過你唷讀書 擔心要增情 但之前都試過增情 罪已經搞定 所以可能這樣增情對他來說都不太影響 起碼都跑過1400米 7號厄爾 132磅七檔 你見國劇 曼加德馬房 這匹馬最近表現一般 跑過四場 初出贏不到 再跑都是上名 去到五月尾 先人贏得到一場未勝馬賽 之後 他再去跑一場比較高獎金的兩歲馬賽事 6月初的時候 回到第八 你唷讀書可以支持到這隻馬 就是這隻馬跑過1600米 但當時對著的對手和現在當然不同 所以這隻7號厄爾有沒有機會呢 賠率 比起剛才我說的馬偏熱一點 所以我其實不太太太太 而現時這一刻 賠到10倍以內 我覺得就不值 爆小河 132磅八檔 董明朗劇 馬斯卡馬房 這隻馬最近贏了馬的7月初 不過都是贏兩歲馬賽事 之前的三仗 頭兩場都不行 到六月初的時候 跑了一場尾等 要上得到名 但最近那場增程上到1600 就搞得好 這隻馬好地黏地都應付得到 而且能夠跑過1600米 應該都不錯 都是那句 對比起剛才上一隻馬 他的賠率比他更難 但我覺得近期的狀態和表現比他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隻爆小河 也是可以拖的 9號浪漫羅馬 132磅九檔 古德欣騎 米米 南馬房 這一匹馬其實就比較早跑 因為其實上年年尾已經在跑 但是這隻馬草地表現 跟膠沙地可能有些分別 這隻馬膠沙草地都贏過 3月初贏過場面勝馬賽事 但是最近又有挑戰的表列賽 甚至是挑戰的高獎金的兩歲馬賽事 表現就比較失色一點 這次還要增程上來千號 機會上呢 我相對上覺得他會秤低一點 雖然看上去跟這一場的對手 實力好像不是差很遠 但其實我覺得都有點距離 收穫期約麥 132磅10檔 M也尼騎 比德爾馬房 這一匹馬最近 那幾場的表現 我覺得一般 他贏完場 尾等之後 他最近跑一場兩歲馬賽事 回到第四 我覺得是有點失望的 途程沒有太大變動 而且他曾經也試過一好地上的名 起碼證實到一隻馬 應該是正常場地都能夠跑得到的 但是上次的第四 都跟頭馬都有點距離 都有成兩個身位距離 不斷的走勢 我覺得有點失望 那麼 兩歲馬有時候就是有這些情況 但是做得到穩定的 那兩歲馬一定是很好馬 但是他就不是很穩定 而且這次的檔馬也不是特別好 那 再加上 我覺得上場的第四 看上去暫時的進步好像 有點停滯 所以變相今場還要跳到上來跳 挑戰一級賽 難度相當之大 首號怪獸 132王11蕩 雷景芬奇 布隆克馬房 這次馬最近 跑起來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不錯 首先他4月的時候 贏了一場兩歲馬賽 然後挑戰了一場二級賽 回來是跑到第四 當然啦 輸過給些什麼幸運少年 但是他那場出閘是有點慢 而且下腳是有點慢 有點慢 變相要增程 所以那一場 他還在跑到第1200米的直路賽 是有點嚴短的 所以變相之後增程上1400米 都能夠上得到命 最近七月頭 也跑了一場 1300米的右轉賽事 回到來都能夠上得到命 而且證實到一隻馬 應該是連黏地都應付得到的 變相對今場來說 都幾大幫助 所以我覺得這隻手號怪獸 其實看上去就應該 今場來說機會都不錯 不過今次呢 他一樣是要再上來增程 但是看腳法 1600米是適合發揮的 12號非洲屋 132.12檔 關銘諾其實太理馬房 這日馬跑很少 2月頭開始出道 就贏了 之後就挑戰三級賽 跑到第四 然後又跑兩歲馬賽 跑到第二 最近挑戰六月頭的時候 挑戰了一場一級賽 金獎牌錦標 當地兩歲馬一級賽 回到第六 過了一場是差一點 但可能因為前一章已經增程上去千四 然後突然間叫他縮回到千二 就變相拍得沒那麼好 看到他下腳有點慢 雖然你可以說 入直路的時候有點瘦了 但其實本身他的馬下腳真的慢了 做到這隻 十二日非洲 增程來說對他是有幫助的 但你說要贏 有點難度 但你說跑PACE上名 應該有機會的 十三日幸運少年 一百三二磅十三度 火禮賢 泰里馬房 這隻馬 就四連勝 而且 他三月初出跑一場未勝馬賽 跟著就已經開始挑戰群組 逐級來 先是三級 再去二級 然後挑戰一級 全部都贏的 姿態贏 都是贏得相當輕鬆 是越贏越輕鬆 由初一頭贏半個身位 贏到接近一個馬位 跟著就贏兩三個馬位 最近那一場還贏五個幾馬位 不過你說這次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馬都跑過1400米 增程上對他們來說 斧頭吃得少些 因為你要增200 他就不同 他要增400 他大多數是1200米以下的屠程 這四場贏上來 變成大門是否值得 那你自己想 但他這次就增程1600 但以這隻馬的質素 我想要交好表現 不太大難度 你說是否最後會不算 其實很多馬都要增程 但幾隻馬的級數 就應該全高了 14日山領看 132磅14檔 哈斌騎 尿打位馬房 這隻馬又是 出道到現在 未脫過頭兩名 是未脫過頭兩名 不是頭三名 那麼簡單 最近 7月頭一 也跑了一場二級賽 那麼提鐵錦標 又是兩歲馬賽事 還贏了 因為他原本之前 只是跑普通兩歲馬賽事 變相上場這樣 跳板上去跑 都贏得到 贏的時候是姿態輕鬆的 沒斷在下 他是 流後 勁跑衝上來贏的那些馬 所以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些 兩歲年輕的馬 所以我覺得上場是不錯的 贏得 而且 也有盤子給你搏 不可以比剛才說的兩隻比較熱一點的 一隻三年性 一隻四年性的馬 所以十歲三領巷 你都不要丟下它 這場兩歲馬的一級賽 只有一隻癡馬 就是1號佛朗辛 他會受陽榜 所以變相現時這一刻 賠率比較熱一點 十倍內 但你說要選的馬 我一定是選大熱門 那兩隻熱門會先走 的確這兩隻馬 是不是沒有挑剔的地方 唯獨小挑剔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要增情 但以他們的級數 能力 氣勢 狀態 絕對是整組馬 一定是青鮮的兩隻 十三號幸運少年大滿 四年性緊 而且他是 不需要急的他的部署 循序漸進 逐班逐班來 跑完一場未勝馬 覺得這隻馬好像真的質素不錯 然後讓他挑戰一下三級賽 贏 再上二級 再贏 再上一級 都贏 而且越贏越輕鬆 所以十七號幸運少年 應該很多在手 質素 另外防守 也是 雖然他沒有跑什麼group 但他跑的賽事獎金都不低 但他連美勝馬賽 已經是當地的10萬獎金 然後再跑一場兩歲馬 17萬多獎金 他最近贏了一場 還要講40萬獎金 變相一獎 很簡單 有時候賽事獎金 看不到他 什麼group 什麼比例賽 用獎金去看 就知道級數在哪裏 而且我覺得 這隻防守 比幸運少年有一個地方好 就是他起碼跑到14米 他增情上面 吃力 沒那麼吃力的 增200隻 但是 幸運少年他要增400 這一方面他是有優勢 所以我覺得這五個防守 今場來說這兩隻應該是最大的對手 另外再選擇是14號山領漢 為什麼會選擇他呢 第一隻馬又是準 初出到現在 沒得過頭兩名 而最近7月頭贏了一場二級賽 我覺得他的姿態都不錯 而且也是增情 他原本跑到1160米 當1200米 一增情上去跑 亦都可以選擇 我相信這次要再增情上去是1600 難度又是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要賣 另外還有一隻就是14號怪獸 他算是這一組馬來講第二跑得多 因為另一隻也是跑六場 變相他經驗會比較多 而且也跑過吸制賽 當然他贏不了 跑了第四 但之後跑完那一場 他再跑下去的賽事 都能夠上一道名 我覺得也是不錯 而且也是跑過1400米 同時間也是跑過變化地 所以我覺得所有怪獸有賠率的情況 我都可以選擇 剛才我講的火松儀 其實你可以見到24倍以外的馬 除了浪漫浪漫 我應該不會要 甚至一旗約 可能也不會要之外 其他那些比較有賠率 比較懶的馬 你臨場真的不妨拖下他 有哪隻落飛的 你就試試跟下他 這些馬應該都是不錯的投注對象 那我今場的推介呢 就會是 13號、5號、14號和11號 多謝大家 S的第六場 12米右轉一級賽 8點10分開跑 一個角斗池 131磅一檔 高翼搖劇 非然利馬防 這一匹馬的表現 就正如我經常講香港的馬 間駐間駐的跳 單跳 今年1月頭贏完 2月跑2級賽不行 然後4月跑比利賽贏 然後挑戰1級賽不行 落回去跑2級賽 7月頭那場有贏 可想而知 今場如果根據他以往的賽者 今場應該要不行 還要是不得都幾遠 真的一定是 拍得比較厚一點 但其實你看下去 馬狀態又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 這個路程又好 但留意這隻馬是 這一場如果輸得遠 本身都很難 對比起 如果這一場輸得遠 他下場又會再懶點 那一場可能就會來 因為這隻馬 比較多數都是冷門時份 才動手 而且 好在上次都贏了2級賽 看看今場來到1級賽 看看又會有什麼表現 的而且確 這隻馬 不是那麼穩定 不過他有個優勢 就是3歲 升了較年輕 還有很多可以學藝的空間 3號丹尼諾維 132磅三檔 P座尼奇 馬奇特馬房 這一批馬前速都相當相當之好 但多數都等到在前面跑 這隻馬今年都跑不少 4月的時候 跑了一場 103分的洋賽 然後他挑戰1級賽 不行 然後跑回一些 評分條件洋榜賽 連續兩場跑第四 是最近7月頭那場 才叫他贏得回 那當時背的磅位 相對上比較輕 119磅 但今次他要背到132磅 難度就相當之大 甚至我覺得要上名 也有一定的難度 不過 剩下這隻馬真的夠前速 你看到時的場地 是不是真的 來點等前走 雖然說 短途賽事 但老實說 如果特地有幫助的話 隨時在前面走下走下都捱到一直回來 4號魚尾王子 132磅四檔 董明朗騎 金米亞馬火 這一球馬跑10次 出道至今跑10次 只有一次不在頭三名 其餘全部都是適數跑 不是第一跑第二 今年1月頭復出 先贏一場一級賽 飛行冠軍禁錶 其實都不是叫復出 因為他們的季度跟我們有些不同 今年2、3年 1月頭贏完一級賽 跑場二級賽下去 竟然跑到二 再跑二級賽跑到二 但最近6月 跑一場一級賽又贏了 這球馬不知是否專用一級賽來贏 二級賽他不行 跑到二 跑到二 一級賽他贏 很簡單 這場也是跑一級賽 那是不是又會贏 而且上場 贏過雷電 有機會再對壢 而且他用的跑場 他的姿態都相當輕鬆 上次在爆尾這樣衝上來 都會贏你整個馬 可想而知 四個完美的王子 能力上可能在這組賽 會比較穿高一點 5號 只有這兩場能夠 叫做跑得好一點 之前都跑得一般 狀態看到是有回升 而且因為轉了馬房的關係 可能他都頗適應得到這個馬房 希望他會再有進步 但你說這場要贏呢 未必 但你說那些四年 四重賽 這些賽事 拖壞他都無防 夠冷 橙進來 好 雷電 131磅六檔 關銘樂騎 泰里馬房 這一排馬剛才也有說 一級賽那場 六月頭 就輸了給魚美王子 最近一場二級賽 七月頭跑的 就輸了給國斗士 對了 Founder只有第二 但是 起碼都告訴你 在級制賽道 他有實力 能夠跑得勤 是贏不了 沒有那個氣炎 沒有那個氣勢 而且還很年輕 三歲 希望他可以盡快加回頭馬 都算是 最近兩場都算是代表座 近期的 用了關銘樂 應該是有幫助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跑得更近 甚至威脅到頭馬 七號宣傑 132磅七檔 麥都華劇 克福特馬房 這一排馬 最近連續兩場都跑第三 雷電跑第二 他就跑第三 如果雷電我都不選 我又怎會選你宣傑 所以變相我覺得 這隻蜜蜜 雖然你說的檔位好像不錯 但是 對比起我覺得 你連雷電都選不成 我都不選雷電的話 那我怎會選你宣傑呢 狀態是不錯的 能力也不會太大懷疑 在群組裡能夠上得到名 但純粹 只不過是用賽職用馬去比較 我就未必會選得到他 8號擺設品 1122磅八檔馬阿尼騎 克拉斯馬房 最近連續兩場都跑第二 不過是跑一些平分樣賽 對 1月頭的時候 他試過跑比列賽的大不行 上到16米 然後縮回來跑1450米的賽事 甚至是11米的直路賽事 又叫我跑得更好 看來這隻馬好像比較適合跑短途 雖然說近期兩場都跑得近 但今次要上來挑戰有一定的難度 都不是那麼容易搞得定 所以變相這隻八號擺設品 我今場都不算太好 9號伊希溫股 132磅九檔 佛麗賢劇 馬斯卡馬房 這隻馬跑十三次 十次跑入頭三名 你可想而知他多穩定 今年來說 沒脫過頭三名 都相當好表演 4月的時候 贏了一場一級賽 電腦狀況短途賽 最近跑了一場 評分條件羊榜賽 亦都贏了 還要背著很重磅 137磅 不過這隻馬 要留意 他跑1200米 是不太好 跑三次都沒有表現 跑1000米 他會比較厲害 但以今早馬的實力和能力來說 我覺得他今場來說 跑得到水準的話 應該是可以跑得到上名 希望可以嘗試挑戰完美王子 我都覺得這隻馬 比其他馬我更加會看好這隻馬 而且近期連勝 狀態好就不再患下 而且有氣勢 希望這隻九號伊希溫股 今次千年 就能夠發揮得好些 10學亞洲珍珠 132磅10檔 穆麗騎 羅比希爾馬房 這隻馬最近表現到相當相當至差 就算跑到評分條件羊榜賽 都能夠跑包尾 試了那一場 最近也不要說他跑一級賽二級賽 最近二級賽還要跑包尾 我不知道特地是否對他有影響 但其實他... 跑得好地又好黏地又好 最近表現都比較差 我覺得他... 未必跟能力有關 雖然說已經去到六歲 能力不夠排 所以未必會走下坡走得那麼快 狀態一定是相當低迷 當位又不是好 所以這隻數目亞洲珍珠 我想全組來說最體淡就是他 大家好 威廉羅伯 132磅11代 M20來騎 屎培新馬房 這次我最近兩場都跑得比較差 雖然說四月的時候 在一場電腦撞放短途賽 輸了給伊希溫鼓 都叫他跑到第二 但最近兩場沒理由那麼失望 我不知道是否圖程問題 二級賽訓練冠禁錶又不行 跑到六月頭一場 金馬短途禁錶一級賽又不行 那場仍然是洋賽 雖然他什麼榜都不是輕 但都沒理由跑那麼差 所以我覺得這隻威廉羅伯 近期狀態來說 都相當之一般 今場來說 本身隻馬耳有進步之外 都要很突出才有機會賣到新 所以我覺得這隻手號威廉羅伯 一般 12號銀色會員 132磅12檔 李經國騎 馬少爺馬房 這一批馬最近 數到上名就已經數到四月 今年的四月 跑一場條件讓榜賽能夠上得到名 之後跑過兩場二級賽 最厲害都是剛剛出頭那場 能夠跑到第四 但其實都不是很特別的賽職 而且這隻馬上升到14米 又縮回來跑12米 來到六歲這個階段 這隻馬 我覺得成績應該穩定些 這隻馬相對上就不穩定 沒有那麼穩定 而且這次的檔也不好 抽到最內檔 12檔 所以我覺得這手號銀色會員 相對上的機會比較微 13號 汉星星1 13檔 13檔 凡得保騎 馬少爺馬房 這一批馬最近 今年跑最厲害都是跑第四 最近幾場都是跑第五 第十第七 狀態又不好 再加上檔位又不好 你想去做些什麼呢 雖然五歲馬 理論上應該壯年 十馬伏可能 可以叫做比較年輕一點 應該還有進步空間 但看上去這場馬 都很難有什麼進步得到 所以十三號看星星 真是看下算 今天這一場一級賽 是短途 賽時的跑12米 水星短途錦標 剛才大家聽我說 好像來來去都說過兩隻就沒有錯了 我這場馬只選兩隻給大家 就是兩隻熱門 一隻就是四號完美王子 另一隻就是九號依稀溫 這兩隻馬我覺得 是全組馬來講 是最突出的 其他馬我就覺得 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這兩隻馬 第一 最近這兩隻馬的表現 能力 狀態 都是很好 而且最重要就是夠穩定 很多時候大家說的馬 就是怎麼可能 買到一些 容易點選得到的馬仔 很簡單 就是選一些穩定成績 穩定賽績的馬 首先原美王子近期 專形一級賽 二級賽是跑第二 今年界 二三年界 很特別 王位132磅 他本身都用 騎開132磅 揹開132磅 不會有太大問題 騎師又沒有變 都是董明朗騎 所以他第二門 我覺得這隻原美王子 另外 依稀溫股也是 霍禮賢最近都騎開的 1月初 蘇明倫其實原上原名 然後霍禮賢接手 就已經拿著2面1Q 所以我覺得 這隻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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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這隻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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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有些馬選不到就選不到 所以這場就給大家兩隻鹽滿 這隻4號完美王子 另一隻就是9號以希溫股 S第八場 1800米右轉一級賽 9.40分開跑 一路大夫大王 129磅一檔 董明朗騎 郭克馬房 這匹馬最近跑了一場7月1號的一級賽 只有7月2樣賽 那場表現相對失色一點 不過那場是增情的 上去2200 看來不太巧他跑 這次跑來 1800米的賽事 應該是適合發揮的 這個圖程雖然未跑過 但他2000米選得好 1600米跑得好 1800米我相信對他來說 難度不算太大 而且能夠一級賽道都上個名 雖然是跟同齡馬跑 但應該能力都不錯 這一號大夫大王 看看你會不會覺得 1800米好像較囂張 這件事是可以扣少少分的 但整體來說狀態都算不錯 2號街拍提拉 132磅2代 蜜都華奇 克福特馬房 這匹馬其實都有一段時間沒有交過頭馬 但最近兩場都算是上一道名的 是一場表列賽 甚至是一場一級賽 今挑戰大賽都能夠跑得到第三 都算是不錯走勢 而且這隻馬的跑法上比較彈性 有時會跟前一點 有時會放中間位跑 但大多數跟前一點來說 他發揮表面上會好一點 而且有個二檔幫手 看看二號街拍提拉 可否憑近期的狀態 可以在這裏繼續跑到上名 3號財富之路 132磅3檔 杜美爾騎 貝民森馬房 這匹馬最近兩場表現 可能可以說他一般 但在挑戰一級賽 他之前二級賽贏得到 甚至四月頭當中贏得到一級賽 輪馬禁錶了 今挑戰大賽 六月那場也算是第四 是最近七月那場可能上到2200 考驗氣量的時候真的有點難度 但我覺得你今次回到1800 難度上就很縮小一點 畢竟你都是1600米起到家 贏得到 然後你大幅增情緒去挑戰2200 有一定的難度 跑不到也不要緊 氣叫練一場氣 今次回來跑1800 這三號財富之路 應該能夠跑得近 甚至乎有機會贏得到也不奇怪 四號安全行圖 132磅4檔希威森騎 葛克馬房 這匹馬最近的表現就一般 因為在挑戰群組 的確他上年11月的時候 贏了一場一級賽 下季杯 跑到第二 不是贏 但之後再跑二級賽 不行 然後回到下去跑評分條件 陽網賽 叫做上一刀名 但最近兩場都比較失望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近期狀態也好 能力也好 來挑戰一級賽 好像難度也有 五號王軸 132王五檔 范德寶騎 馬少爾馬房 這日馬最近的表現又是一般 不過也是挑戰一級賽 但上場一級賽幾乎最後回來 18隻馬跑第13名 看來2千2這個途徑 對於南非馬來說 不是那麼容易克服得到 因為他同時間是大幅增程 上去跑2千2 勝在1千8米夠準 跑三次未得過頭3名 兩邊一個第三 今次又回到來 千8米跑 有一定的幫助 但起碼最緊要就是 這隻馬要有狀態 以他上場表現回來看 狀態未必說那麼差 因為上場可能是路程性能問題 氣量問題 狀態也算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這場要爭 我覺得狀態要再進一步 再推高一點 才有機會爭 六號巴托帝 132磅六檔 傑奇奇 艾成球艾收賢馬房 這場馬其實最近都比較久沒有贏馬 最近上名都說過4月頭 跑了一場條件任務賽上名 之後跑了兩場一級賽 最低的是跑第四 然後6月中的時候 又回到跑場條件任務賽 九隻馬跑第六 那你可想而知 那場有多麼失望 雖然說 叫做都 叫做是前列過終點 但這隻五場馬我覺得能力是差不多 要挑戰上一級賽 有一定的難度 7號盡全力 132磅七檔 雷景芬奇奇奇奇奇馬房 這匹馬脾氣上比較乾猛 比較燥底 一月頭那場 大都會錦標一級賽 都上得到名 但之後下來的賽事 跑得相當之差 八隻馬跑第六 十隻馬跑第六 十八隻馬跑第十七 那可想而知這隻馬的狀態 一落一落走在下坡之餘 能力好像是差不多 而且千八米這個路程 對他來說 不是特別有優勢 跑兩次 名字都沒有上過 這次又回來跑千八 上次可以歸咎於他上去二千 而真的不夠氣量 可以跑那麼差 但千八米是否適合發揮呢 都是一個疑點 八號衛里志豪 132磅 白檔M雅里奇奇奇奇奇奇馬房 這趟馬最近六月的時候 就贏了一場大約六十萬獎金的賽事 都叫做可以的 他二千米又跑過 今年一場一級賽總理冠軍挑戰錦標 回到第六 但上一場直接縮下去跑先 這個馬房看來對馬的部署都頗特別 你跑完場千六 一夜又車回去跑一千 那真的跑得差都合理 因為你步速呀 你個人都不同了的情況 是有點難搞的 那千八米跑過的 雖然就不是說有什麼好表現走勢 但起碼叫我跑過 練個氣先 而且上場看到那隻馬 狀態應該是相當之好 所以變上上場贏了上場的走勢都不錯 那看看這隻八號衛里志豪 可不可以保持得到上一場 夜馬的姿態或者狀態 在今場繼續發揮威力 可以在這裏交到好表現 9號第2鵬 132磅九檔 莫吉恩騎 克拉士馬房 這群馬最近來說 4月的時候 在場總理貢溫挑戰禁標 跑到第2 但只有7月讓賽 叫做跑到第5 那挑戰2200 因為其實都跑到2000 這隻馬 這個挑戰2200 其實對他來說難度不算太大 但第5叫可二 這個路程是他 應該是全組馬來講 跑得比較多 這個路程 而他拿著3V 兩個第二 所以千百米這個路程 對他來說 都算是適合發揮 你會不會擔心狗檔 因為你不知道 南非騎士 撤位快不快 你會擔心這件事 狀態來說 希望他還是保持得到 10個卡拉公主 117磅10檔 佛賴然騎 泰里馬房 這隻馬 所以變上 他會有仇揚榜的關係 他是揹著比較輕的榜 127磅 最近都頗好表現 先在4月跟紅馬跑過一級賽 跑到第三 然後跟磁馬玩 連續兩場磁馬的一級賽 他都贏得到 反映到這隻馬 在磁馬那邊 即是跟磁馬跑 他是絕對沒問題的 今次又再試跟紅馬挑戰一下 而且又有仇揚榜的關係 我覺得這傢伙卡拉公主 你都不要小看他 絕對有機會能夠爭 而且這隻馬 又可以跟前一點跑 又可以 你說留後一點跑 亦都沒問題 而且這個路程跑兩次 都能夠上到一次名 千百倍對他來說 應該是適合發揮的 9號再度預見 129磅11檔 市場動騎 羅拔士馬房 這匹馬最近表現都頗穩定 由2月開始 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脫過頭兩名 你可以說 之前跑了三碎馬 吸制賽 跟同齡馬跑了 他上一場就去試試 跑一群7月羊賽 增情緒卡2200 都能夠爭 你可以上來知道 這隻 再度預見 應該是不錯馬 不錯質素 千百倍我不會擔心他 這個路程 1200 2200都能夠爭 而且他是三碎馬 亦都是有受揚榜的關係 甚麼磅位上 沒有前面的 甚麼132萬那麼辛苦 所以變上 你唯獨是檔位不太好 但希望用能力 可以 克服到檔位 靠外檔 換些賠率回來 這時候再度預見 都不要小看他 12號 木塔立 132萬12檔 李景葛騎 萬格德馬房 這匹馬 最近來說 都不錯走勢 5月的時候 跑一場二級賽 訓練館錦標跑第三 6月的時候 跑今挑戰大賽 都能夠上來得到 第二 當時已經是李景葛騎 最近兩場李景葛騎 都替馬上了名 看來挺合拍的 這個路程 唯獨是 叫張一點 跑過兩次都沒有上過名 但以他上次的走勢來說 我覺得 就算你說這場一級賽 挑戰1800位 都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唯獨是要排著12檔 是真的比較棘 這場1800位的一級賽 只有12隻馬跑 因為後面都 你看到剛才的賽事 都其實不止12隻馬 這一場只可以跑12隻 而且 我今場選擇的馬 雖然不是說 有什麼冷門推介給大家 但也算是 不是說 真的 太過分 因為其實我選擇的馬 基本上是4隻 最熱的4隻 維尼智豪 3個財富之路 因為 受過卡拉公主 守候再度 遇見這4隻馬 因為我剛才都 大家有留意 我每一隻馬說的時候 應該都大家聽到 就是 這4隻馬 不若而同 最近都能夠在 1級賽2級賽上名 甚至是贏馬 唯獨是 財富之路有些不同 對 因為他最近兩場都跑得一般 但是唯獨是 為什麼我都會選擇他呢 就是 因為這隻馬比較年輕 剛才那裡講了4隻馬 有三歲馬 有癡馬 甚至乎有一隻是五歲馬 但五歲馬那隻 就是最近狀態挺好的 對 就是為你自豪 我覺得這隻 三號財富之路 四歲馬 應該還可以再漲步 上次可以歸咎於 第一次上去跑那麼長 和2200 這件事可能真的 打了折球 所以我覺得第七 可以接受 前一場是第四 我覺得不錯 所以這次回來跑1800 雖然他沒跑過 但上次練了一次起 應該可以跑得到 所以我也要這隻 三號財富之路 冷門 真的沒有哪隻特別好 2號佳帕拉 最近表現好像不錯 兩場都跑到第三 一場比賽 一場金挑戰大賽 都好像跑得不錯 而且千百米也有根有據 拍一次就已經上過名了 所以冷門來講 2號佳帕拉 其實是可以選得下手的 另外還有就是 12號穆塔納 如果你覺得再想選 因為他也是 同時也是最近在2級 在2級賽賽 能夠上1級賽 跑得好 所以如果冷門 可以選擇2號和12號 但如果我本身選了四選 就圍著四大業門 選給大家 那我今場的推介 就會是10號 8號 11號和3號 再講一條過關票給大家 那頭關 那第五場 今次就轉了買連人球位置Q 買400元 最早投注買400元 那頭關第五場 就是14號做膽 拖5 11 13 那第二關就剛才第六場 都講了是那兩隻鹽滿馬 兩隻鹽滿馬 4號完美王子 9號依稀溫股 那來到這一場 第八場守住的尾關 那四隻鹽滿馬 三百 十 還有十一 那就是今次的 真飛過關的票 那到時大家合不合 跟不跟到 那希望好像英國昨天那樣 那麼幸運 能夠贏得到錢 那今次的南飛賽事 再提提大家 是5點45分開始的 是呀 頭場 那 真飛過關 會選了 第五場 第六場 和第八場 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睇 如果你愛我們這條影片的內容 可以字幕 unterstützen US symbol 然後可以開 apart 旁邊的小鈴鐺 那這樣你可以最快最新接收到我們的 資訊 如果你有啟查 Feel 都想跟我們再交流 是歡心留言 我們見到便馬上回覆你要 能幫你們感謝我 谢谢大家